这是习近平吗 习近平不是老大吗 不是大家都要对他婆婆踏上吗 怎么跑到越南你看不见 站起来举杯哈腰 就跟他敬酒 敬酒就算了 央才跑了这个画面 画面嘛 很多人取得这个国旗 居然有一个人比中子 当然马上就马掉 这马掉就马掉下降 也代表说这真的很严重 对其实中越关系 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 现在习近平为什么要到越南访问 是因为今年拜登到越南访问之后 今天习近平他一定要做一个 平衡的动作嘛 那你知道习近平去的时候 其实这个画面 引起这个中国小粉 还有很大的争议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主桌站起来 要跟这个阮富仲 就是这个越南的总书记 敬酒的时候 结果阮富仲呢 只是把酒杯给他碰一下 然后就掉头 转头跟其他人在讲话 然后习近平就任在那边 也不知道自己该要坐下来 还是要继续跟他讲话 什么之类的 这种方式他们认为说 越南你实在太不礼貌了吧 人家跟你敬酒 好歹你也要一个站起来 两个都是总书记 越南不都一直是中国的小老弟 怎么是用这种态度呢 而且越南又是小老弟 你应该是对中国卑躬屈膝 那为什么习近平还要忍辱负重呢 要跑到越南 然后让有点像衰敏的那种感觉 而且习近平还特别爆人家 对 因为这个软负重 其实是一个具有经验的老狐狸 也就是说对越南来讲的话 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政治人物 那他来讲的话 其实对习近平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现在中国被整个美国封杀的情况之下 美国是给越南开一条路 给越南开了大陆你知道吗 就是说现在之前还不是传出说 要美国要卖F-16给越南吗 然后现在这个越南的总理 他其实今年也跑到美国去 跟美国要了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每一年来讲的话 现在美国的航空母舰都会进入到越南 那再加上现在中国跟菲律宾的关系不好 当然中国要跟越南先稳住嘛 而且习近平去的时候 一直在跟人家讲说我们都是兄弟 而且他拉着这个软负重的手 抓着软负重的手 是习近平抓他的手 抓他的手 然后边走边讲话边走边讲话 一直在告诉你说 你们不要跑到美国那边去 你们跟我我们是长久以来的好兄弟 你们应该好好的这个 未来往前走才对 所以他其实这一趟行程 真的是卑躬屈膝的感觉 那为什么中国会现在搞到这样子呢 第一个当然经济状况不好 而且以前我们都看到一件事 以前是什么 越南很多是越界跑到中国境内去工作 现在是中国工厂关了 然后大厂都在越南开工厂 所以中国人跑越界跑到越南去 偷渡到越南去工作 这种状况不断的在发生 他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越南他这一次来讲 跟习近平他们有很多小动作出现 他们最后发布了一个声明 就是说因为习近平一直在强调什么 人类共同体的概念 结果他们说我们只有构同未来 没有什么叫共同体的东西 所以这一切来讲的话 其实越南也给中国穿小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做越南京urop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